胖路先生,一个普通人,和现在很多靠才华,靠颜值走童的人来说,他是甚是平凡,和我们一样,他能够受到大家的欢迎,可能就是因为他的初心吧。 通过自己的故事,激励着那些失去自信的人们,在生活中,没有人的生活是一帆风顺的,曾经,我也有过一段抑郁的时间,不过幸好走了出来,我也挺感谢今日头条这个平台的,让如此普通,平凡的我可以自由地表达,展现自己,认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,我们都是普通人,但是,我们都有一颗想要通过自己的努力,改变自己的生活。 让自己生活的更好一点的梦想,我们都不过普普通通,宣扬朝真善美,散发着正能量,白手起家的我们灵经验,灵团队,就像雾里叹花,不知道这种坚持有没有意义,迷茫着,也坚持着,对着镜子给自己打气,然后看到结果,又一次打击,看到了胖路先生,海平的故事以后, 终于能有激励我继续的东西,除非我死亡,不然我都没有输,我很普通,我很平凡,但我就是我,我就是这样,祝福海平,也祝福胖路先生越来越好,也祝福所有的努力付出,想要改变自己,努力追寻梦想的朋友们,愿爱无忧,愿所有孤独的人都有歌唱,愿所有坚持的人都到达远方。 优优独播剧场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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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